五官肺炎肆虐香港 香港已出現銅棟樓 移經糞渠傳染的個案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院副教授 陳金明擔憂 香港疫情已在社區爆發 未來兩週疫情最關鍵 他呼籲政府全面封關 除了搶口罩搶測紙外 香港生活物資也面臨緊缺 陳金明形容 香港已經進入瘟疫時代 呼籲全民自救 目前包括武漢 上海 北京 深圳 廣州 天津等 中國各大城市已宣布封城 香港政府遲遲不封關 民怨已生治廢店 新唐人記者葉宜凡良珍 香港報導